高雄市1999专线解决不少市民问题 最近还有件令人感动的故事 就是帮助一名七寻老阿嬷找到过去的无缘情郎 70多岁的阿豪沈 50年前结识台润混血情郎坠入情网 有了爱的结晶后因故分开 现在儿子50多岁了 他想让孩子任主归宗 打1999来请就协助 结果整个情节就像电影《海角七号》一样 1999帮他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 电影《海角七号》中过世的日记教师 他写给台湾爱人游子的戚风情书 教师的女儿在父亲过世后 希望能透过游猜找到当年的游子 这情节真实在1999专线上演 一名70多岁的阿豪沈 打电话给1999专线 要找失散50年的无缘情郎 他有一个心愿 他希望让他的儿子 将近50岁的儿子 能任主归宗 然后因为他所提供的资料有限 但是我们还是帮他入案 终于在桃园找到 他已经失散将近50年的 前任的一位男朋友 故事得从50年前说起 当时20多岁的阿豪沈 认识台日混血的年轻人邱先生 两个人对入情网后 有了爱的结晶 后来两人因故分开 为了想让孩子任主归宗 阿豪沈求助1999 而新兴警分局警员黄国校 在查房比对数千笔资料后 终于在桃园找到邱先生 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这老先生他们相当也蛮豁达的 立刻让那个老先生 然后来搭高铁南下 让他们父子相认 1999的帮忙圆了阿豪沈的梦 像这样半世纪的寻亲故事 1999说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到 也曾有大陆人 透过1999要找远房的亲戚 虽然最后没找到 不过使命必达的态度 就是1999专线的服务精神 港督新闻周府庆采访报道 1999 年轻人 1999 年轻人